我们现在到广西摆设了 现在要去吃个饭啊 在这个商场里面转一转 看看哪个好吃呢 摆设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吗 今天今天小生要走了 所以我们去吃个好吃的 三熟饭 越南菜要不吃这个吧 找了一个越南餐厅 装修还不错呢 很浪漫的感觉 这种彩灯啊 我们点的菜也上来了 这个是一个鱼啊 东英宫的汤 今天小生就要来了 就要走了 我们吃点好的 他来了 小生为啥要走呀 给那个先说一下吧 简单说一说 为啥 来了一个月了是吧 一个月了 为啥呀 因为大家老师不要我了 哈哈哈哈 小胖都跟我旅行了两三个月了 小胖又吃上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延期啊 对对对 天下没有不散的延期嘛 就是 我们我也满月了 大家老师说我也出师了 你可以出师了 可以单独去拍视频了 阻挡一面了 对可以自己去单独拍视频了 因为跟着我嘛 每天行程啊去哪里玩呀 所有的都要跟着我 我去哪里你去哪里 这样其实很不自由的 以后你出师了满月了 就可以自己决定去哪里了 对 其实跟着大家老师这段时间 我也学习了好多东西 增长了好多见闻 然后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大家老师和小胖 他们这一路对我特别特别的照顾 就是就是包括包括开车方面啊 他们就是呃 基本上不怎么让我开车 然后你一个女生嘛 我们两个肯定要男的照顾一下 其实说实话 我也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 就是总是让你们照顾 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愧疚感 我得敬你们的那 那我们喝一个吧 先 谢谢大海老师和小胖 好先喝一个 以茶代酒啊 哇今天小生穿的这个 特别有女人味啊 长发飘飘的感觉 大海老师这个夸人 你笑什么小胖 你笑什么 你就知道吃 你看小小胖 特别喜欢吃这个带冰的饮料 大海老师你快点真诚一点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平时都是这样好吗 我今天是不是应该穿的浓重一点 嗯 没事我们随意一点 开始吃吧 来我先尝一下这个鱼好不好吃 大海老师吃这块吧 这鱼怎么是这样子的 这块是鱼皮 我看了半天了已经 这鱼怎么是 已经切好切好的呀 一块一块的呀 哦 哦这是越南分味的啊 这个东英公还有虾 菜上齐了 铁板牛肉 油麦菜 这个是鱿鱼圈 还有一个菠萝炒饭 这个是炒完饭放在菠萝里的吧 这里的配料还挺丰富 小生以前吃过这个越南的菜吗 嗯 吃过东南亚风格的 这个味道怎么样 你能吃得惯吗 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有一点这个有点风油精的味道 怎么这个牛肉 嗯 这个东英公呢 东英公你没喝出来那种洗洁精的味道吗 反正都是精 不是这个精 就是那个精 我去泰国的时候喝这个东英公我就喝不惯 哈哈哈 小胖你呢 啊就还挺好的 我可以吃得光 哎反正你是吃什么都香的 嗯 我也差不多 来开吃开吃 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尴尬呀 看着都在忙 有点冷场了 哈哈哈 每当冷场的时候我们就共同举杯啊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干杯干杯干杯喝一个 嗯 那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分手了有点尴尬呀 对对对有一点 小生这次出来跟我一起旅游有一个月时间 嗯 你出来的时候带着好几碗花完了吗 快了 还留一点大老师心上给我留了一点 当时很多网友说带小生去贵的地方 然后把他的钱尽快花完 谁说的啊 哈哈哈 我要找你去 这次终于把小生钱花完了 所以小生要回去了 嗯 小胖的钱花完了没有 没有啊 小胖这富二代钱多的花不完啊 哈哈哈 那好吧小生回去再挣钱吗 挣好钱再来啊 哈哈哈 那小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去哪里玩呀 接下来其实去哪里挣钱去啊 我本来是想回家的 因为出来一个月了嘛 然后就是我也挺想家的 但是这两天我又有点犹豫 因为我看这个摆色这个地方离云南挺近的 对 云南边界的 对我在想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很想去 有风的地方 你看过吗 这个电视剧 丽江吗 对就是云南大理那边 你要去大理丽江啊 就是许红豆去的那个地方 丽江可是艳遇之城啊 就因为那 我觉得许红豆他里面那个角色跟我感觉还稍微有点像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个地方我很向往 我很想去他住的地方打下卡 哦 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 我还没想好呢 行吗 那路上给你征集个其他的这个伙伴吧 啊不用了不用 我都粉丝这么多 不用不用了 那你一个人过去吗 坐火车过去吗 对 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挺好的呢 一个人女孩在注意安全的呀 我有防狼神器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那个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对反正 以后就是我和小胖旅行了 小胖的职业假笑了一个 哈哈哈哈 好吧 那就是分手快乐了分手饭也吃了 好的 分了两字手了大海老师 拜拜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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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